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获悉 中国空间站第四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随神舟15号飞船返回舱顺利返回 并交付科学家进行后续研究 空间应用系统随神舟15号飞船返回舱 共下行15项科学项目的实验样品 总重量20余公斤 包括多种合金材料 新型红外探测器材料 飞精薄膜材料等材料实验样品 以及细胞 线虫 拟难界 再生道等生命实验样品 此外 神舟15号任务期间 中国空间站在空间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 微重力物理等领域开展30多项科学实验 获取了大量观测和实验数据 在屏幕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变重力科学实验柜的实验画面 这个就是模拟的火星重力条件下的沸腾实验 而在它旁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就是接近于零重力条件下的颗粒震动实验 据介绍 在神舟16号任务期间 中国空间站还将开展微重力下的肝组织细胞研究 舱外暴露环境下线虫个体发育观测 动植物空间辐射损伤等多项科学实验 进入到应用和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也是制定了包括四个领域 31个研究主题 60余项的科学研究计划 通过这些一些重大的采出 服务我们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